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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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也有一个 注意了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啊 林阳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阳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We're playing our tune and we're singing our song 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 能让我来拿吗 妈妈 当然 乔治 你看看我的脸 佩奇在吓唬乔治 别怕乔治 佩奇只是开个玩笑 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猪爸爸还在地下室里找手电筒 我记得就在这儿附近了 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幸好他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 那还真是幸运呢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 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 嗯 准确地说应该是很久以后 哦 但是乔治和我还想要跳一会儿舞呢 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会儿电视 啊 为什么开不了了 电视也是需要电才能工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嗯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 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 嗯 我知道了 我需要一个纸箱 佩奇想要干什么呢 妈妈 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捡一个洞吗 用来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猪妈妈在纸箱上面捡了一个洞 捡好了 佩奇 谢谢妈妈 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 然后乔治 然后乔治 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罩着我 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 我就是小猪佩奇 停 我要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噢 糟糕 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 洋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奇 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他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他说话 哦 他们会可好的 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 乔治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奇 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猪妈妈 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哦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 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哦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李查德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他说什么啦 Bonjour Peppa comment ça va 妈妈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 这是法语 佩奇 他是说你好 佩奇 你好吗 他还说了什么 我来帮你 James Les Princesses et Jouer avec Mise Amis 嘿嘿嘿 聪明的爸爸 嘿嘿嘿 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 朱爸爸擦了擦他的眼睛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嗯 这不太好翻 写得乱七八糟 他的意思是 我喜欢仙女公主 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就准备这么说的 嘿嘿嘿嘿 我想学习说法语 那你就和小毛驴带分聊天吧 怎么聊 他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 太好了 嘿嘿嘿嘿 嘿嘿 Bonjour Est-il possible que Peppa parle à Delphine? 猪妈妈问的是 可以让佩奇和戴分通话吗 你好 Bonjour Bonjour 嗯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comment ça va comment ça va 再见 Au revoir Au revoir 他说什么了 他说了法语 Bonjour George comment ça va 佩奇在用法语说 你好吗 恐龙 Au revoir 不对 乔治 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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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现在是清晨 游地员班马先生来为佩奇加送信 来信啦 太好了 我能看看戴分寄给我的信吗 拜托 对不起佩奇 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 嗯 树木 树木 除了树木 还是树木 哈哈哈 佩奇 这说明你没看仔细 好吧 我会很仔细的去看 可是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呀 哦 这是什么呀 佩奇找到了一些脚印 这些是谁的脚印啊 抗狼 不是呢 乔治 这才不是恐龙的脚印呢 我们跟着这些脚印 看会是谁的 哎 噓 我们要很安静 这样才不会吓跑人家 好的妈妈 乔治 噓 噓 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跟着这些脚印 哦 你看 原来这些脚印是小鸟的 它飞到树上去了 哪里啊 给你 佩奇 用望远镜来看 望远镜能看清远处 我看到一只 两只 三只小鸟宝宝 哦 它们在吃什么呀 啊 它们在吃虫子 啊 真是太恶心了 哦哦哦哦 乔治找到了更多的脚印 哦 这些是谁的小脚印啊 这些是蚂蚁弄出来的小脚印 它们在收集树叶 大食物 它们会吃色拉当午餐吗 会的 说到午餐 我们来野餐吧 哦 野餐 猪爸爸 你把食物放在车上了 对不对 呃 对 但这不是问题 我们回车上去吃午餐吧 那该走哪条路回去 地图会告诉我们 走这边 哦 为什么会有棵树 地图上可没有 哦 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是吗 呃 是的 该怎么找到我们的小汽车呢 乔治又找到了一些脚印 地图上显示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 瑞贝卡 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嘿嘿嘿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Squ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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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小兔佩琪 还有小兔乔治 佩琪喜欢做兔子 乔治也喜欢做兔子 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 真是美味啊 真是美味啊 不要 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连试都不想试 那好吧 我们就能多吃点了 瑞贝卡 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来外面吧 我演示给你看 我们来跳吧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佩琪 佩琪的朋友们都在 我们能去坐火车吗 呃 我正在给孩子们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 我 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 那当然可以了 呃 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 请举手 我 我 想留在这儿的 请你们把手都举好喽 好吧 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Wrap the train goes 去去去 去去去去 去去去 Wrap the train goes 去去去 U de lo 突然路上出现了一滩泥 这会让我们都陷进泥里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条路吧 这只是一滩泥而已 来吧 哥特鲁德 你可以过去的 来吧 巴士 你也可以的 巴士陷进泥里去了 哦 真倒霉 你好啊 兔小姐 你今天怎么样 我陷进泥里去了 你能救我出来吗 没问题 你的卡车马力够大吗 相信我吧 成功了吗 呃 没有 我们需要一辆马力更大的车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的 但还是谢谢你了 我有个办法了 猪爷爷的火车可以把我拉出来 呃 是个好主意兔小姐 猪爷爷的小火车要把兔小姐的巴士从泥里拉出来 马力全开 加油 哥特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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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把嘴张大一点 啊 再张大一点 啊 好了 让我来看看 大象医生用小镜子来看牙齿 希望你没有吃太多的糖果 佩奇 啊 当你嘴巴張开时实在很难说话 啊 哈哈哈哈哈 好了 檢查完了 牙齿又白又干净 他就和我一样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可以喝竖口水了吗 可以 但不能喝下去,要把它吐出来 乔治,现在该你了 不要 乔治不想做检查 当医生检查你的牙齿时 或许你可以抱着恐龙先生 恐龙 很高兴见到你,恐龙先生 医生,那不是真的恐龙 那是塑料做的 抓稳了 你做得很棒,乔治 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他的牙齿 乔治,张开嘴,像这样 对,就是这样 检查完了 你有很健康洁白的牙齿,乔治 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大象医生 是的 乔治为自己洁白的牙齿自豪 乔治,别忘了喝漱口水哦 哦,等等,这是什么 怎么了,大象医生 乔治的牙齿很干净,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 那我们出发了 我比你们快 我们没有在比赛配骑,这只是场轻松的自行车之旅 是的,爸爸,但是还是我比较快 现在我们比较快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佩奇,我们赢了比赛 你们没有赢爸爸,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呀 但是现在开始啦,嘿嘿嘿,对不上我了吧 你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你们好,鸭子们,我在骑自行车呢 你们好 啊,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欢骑自行车 哦,我忘了我有多讨厌骑自行车走上坡路了 地面现在非常陡了 哦,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 嗯 我的天哪,得,真是个累人的工作 猪妈妈,你没有在踩她吧 哦,对不起猪爸爸,我只顾欣赏景色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都到达了山顶上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 你好啊,佩奇 你们好 嗯,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 佩奇,你想要参加比赛吗 好的,只要我们是骑车下坡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我鸣笛之后,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就像这样 佩德罗抢先出发了 等一下佩德罗,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对不起猪爸爸 爸爸,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 嘿嘿嘿,这顶是我的贝雷帽 戴上它,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 好了,我该画些什么 嘿嘿嘿,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佩奇 他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嘿嘿嘿,不是的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嘿嘿嘿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 就能调出绿色了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哇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啊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 哇 爸爸能让我来画樱桃吗 可以佩琪 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 然后再按到树上 一二三 做得好 现在该拟了乔治 哈哈哈 你画的真是太好了乔治 割草机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哦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嗯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哈哈哈哈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到佩琪的家去了 爷爷你好 爷爷你好 你们大家好啊 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 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 所以有点问题 别担心 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 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 没错 就叫这个 嘿嘿嘿 你好呀 割草宝 哈哈哈哈 爷爷 我们可以开割草宝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船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哇哦 哈哈哈哈 割草宝真的很厉害 哈哈哈哈 真有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割完了 哦哦 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对不对 你这样是真是太恶心了 哦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 乔治 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 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 然后说 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 啊 当然可以 呃 嗯 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棕熊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转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完了 我的小家伙们 哇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杨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哦不 不好了 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 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 别慌张杨妈妈 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咯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 佩琪 去救援咯 我们去救援咯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了 太好了 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 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 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首先 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 再擦干净 对不起 我出问题了 哦 糟糕 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哦 快来救救我们 狗爷爷 哦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 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嘿嘿嘿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 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哦 哈哈 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 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你好 猪爷爷 你好啊 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现在只有我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贼贼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 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 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哪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 嗡 嗡 好的 来扮成蜜蜂吧 嗡 别担心 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 这边走 谁把树放这儿了 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 你还好吗 猪爸爸 没事 我很好 这边走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 是的 我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 嘿嘿嘿嘿 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 我们只是在花园里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鸭子们 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 一会儿见鸭子们 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 哦 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 真是幸运啊 是啊 他们还真是幸运 爸爸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嘿嘿嘿嘿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佩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呀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猪爸爸 啊 我知道了 爸爸的臭臭拖鞋 不行 实在是太臭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旧椅子 但是这可是古董啊 古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作为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 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 根本不值钱的 等我修好了它就会值很多钱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猪爸爸 我知道了 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 好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易卖的东西的 都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再见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嘘 别告诉她 她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 一脉活动的日子到了 你好 你好 兔小姐 沛琪 这把椅子怎么样 感觉有点破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 用来烧火 可是 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 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 你好 沛琪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七桥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哦 哦 哦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 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七桥 妈妈 妈妈 你看 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它们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奇喜欢用橡皮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 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我能不能试一下 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 说得对 乔治 轮到你来尝试一下了 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 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喜欢帽女士的这份工作 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 是的 我想 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 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 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 做数字变换 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承载 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 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 不用 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 不用 但是我会用彩色笔 爸爸 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 好主意 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 我要画一间房子 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 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 恐龙 我觉得在未来我会住在月球上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我 而我会坐在火箭里面 你好啊 现在我们给未来的人录制一段视频吧 对未来的人说你们好啊 你们好啊 未来的人 你们可能现在已经住在月球上了 就要到火星去度假了 还坐着火箭到处飞 对不对 非常好 回家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了 爸爸妈妈 我们做了一棵时间胶囊 啊 猪爸爸 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挖一个坑吧 好的 没问题 为了埋时间胶囊 为了埋时间胶囊 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 好了 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 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 埋上很多很多年 嗯 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佩琪 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 我记得 那时候我也是她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 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 你娘夫人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 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 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 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吹几下 用力吹 这样就能把船吹走 好棒 嘿嘿 它开得可真快啊 佩琪喜欢她的小贩船 嘿嘿嘿 佩琪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苏西 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 嘿嘿嘿 这艘是我的快艇 它需要上发条吗 不用 它是用电池的 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 哦 这艘快艇真不错 对不起 鸭太太 小狗丹尼和她的爷爷来了 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好丹尼 不错啊 真是太厉害了 它要怎么前进 它是靠蒸汽行驶的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 真是一艘奇妙的名轮船 小兔瑞贝卡和她妈妈也来了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瑞贝卡 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 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 小兔瑞贝卡没有船 我有一个主意 我正好带了我的报纸过来 我只需要一张纸 哪页是我们不要的 新闻版 体育版 哦对了 时尚版 不要用我的时尚版 好吧 那我们就用商业版的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我经常会用报纸做手工 就像这样 猪爸爸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艘船 猪爸爸用报纸做了一艘纸船 谢谢你猪爸爸 我不是很确定 我可能会这样打吧 哇哦 大侠艾米丽很会搭积木 游戏时间到了 太棒了 艾米丽 你想出去和大家一起玩游戏吗 是的 我想 谁能告诉艾米丽 玩的地方在哪啊 是的 羚羊夫人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 喜欢在学校花园里玩游戏 找不到我们 实在是太吵了 我们比一比谁的声音最小 好的 那么我先来吧 这叫声很响 轮到斑马苏仪了 现在是小羊苏西 现在是小狗丹尼 这叫声非常的响 该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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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的叫声最响 艾米丽 你来试试吧 可是我没有把握 试试吧 艾米丽 那好吧 我来试一下 哦 我的天哪 这才是最响的 哇哦 再来一次吧 艾米丽现在没有那么害羞了 艾米丽 你想一起玩我最喜欢的游戏吗 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就是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游戏 佩奇最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艾米丽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这游戏好像很好玩 一起玩吧 羚羊夫人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仔细看 哇 好像真的有东西呢 是的 是一只螃蟹 啊 这只螃蟹潜住爷爷的手指了 哦 哇 好疼 真是调皮的螃蟹 看乔治 螃蟹先生 他是横着走路的 乔治假装自己是螃蟹 佩奇也想装成螃蟹 我们是调皮的螃蟹 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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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啊 救命啊 这里有两只调皮的螃蟹 想要來前我 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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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调皮的螃蟹 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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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女 前女 快走开 调皮的小螃蟹 回到你们的潮水潭里去 好的 我们再去别的水潭看看 你们看到了什么 一个海螺 你能听到海声吗 什么意思啊 你把海螺放在耳朵旁边就可以听到海 哇哦 我听到海的声音了 我好喜欢这个海螺 乔治 你能找到海螺吗 那个不是海螺 佩奇说得对 那不是海螺 乔治找到的是一块化石 什么是化石啊 所谓化石呢 就是很久以前的动物 死了之后的遗体 比方说恐龙的时代 恐龙 潮水潭真是太好玩了 是的 它们是很好玩 但鱼就不适合在这里了 瞧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真是一个巨大的泥坑啊 哈哈哈 佩奇 乔治 该洗澡了 爸爸 妈妈 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泥坑 我看见你坑了 快进来洗澡 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玩一会儿吗 不行 你们该洗澡了 你和乔治觉得困了吗 没有爸爸 我和乔治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困呢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可能还不怎么困 可我困了 我也是 啊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洗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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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喜欢泼水 乔治也喜欢泼水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都喜欢泼水 哈哈哈哈 别再玩了 快停下 快出来擦干 把睡衣穿上 哦 我们不可以在浴缸里多待一会儿吗 妈妈 哈哈哈哈 洗澡时间结束 现在是刷牙时间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先刷牙 哈哈哈 好了 牙也刷好了 去睡觉吧 嗯 我觉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 快去睡觉 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嘿嘿嘿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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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 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 恐龙 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 那你的眼睛丢了吗爸爸 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睛 今天没有 眼睛我现在正戴着呢 可这样不公平 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 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 好的 太棒了 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 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还有恐龙先生 说得没错 你们要看清楚 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和恐龙先生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非常好 麻烦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 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 听脚步声 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现在他又下来了 可以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 有一件东西不在桌上了 知道是什么 桌上有恐龙先生 还有小鱼 盒子里的小丑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嗯 是太迪 回答正确 太迪不见了 干得漂亮 佩奇乔治 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我们是世界著名的侦探 啊 这只是神秘事件的一半 你们需要找到太迪 嗯 我不知道 地上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 这是蛋糕碎屑 放大镜让地上的蛋糕碎屑 清晰可见 我想太迪是不是一直在吃蛋糕呢 瞧这些蛋糕碎屑 往这儿延伸 看来太迪吃了不少蛋糕 再见了 奶奶 再见了 爷爷 啊 再见了 奶奶 再见了 爷爷 哈哈哈哈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啊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哈哈哈哈 乔治给玻璃倒了鸟食 哈哈哈哈 乔治 你倒了太多的鸟食了 玻璃吃了会长很大 然后像气球一样爆炸 不 啊 像气球一样爆炸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声音啊 冰淇淋车 哈哈哈哈 啊 冰淇淋车 好哎 哦 糟糕 乔治忘了把门给关上 啊 啊 冰淇淋 冰淇淋 过来的是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你好啊 主妈妈 你好 兔小姐 我要四个冰淇淋 谢谢你 兔小姐 ·乔治 乔治 你忘记把门给关上了 玻璃一定会趁机飞了 别担心佩琪 我想玻璃一定还在里面 SEO 玻璃不见了 我们把玻璃弄丢了 这一下爷爷和奶奶一定会很伤心的 说不定我们该去花园找找看 瞧 那是什么 猪妈妈在花园里看到了什么 吃玻璃 好耶 但是爸爸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玻璃从树上弄下来呢 别担心 佩琪 我来拯救玻璃 过来吧 玻璃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哦 不 玻璃又飞到更高的地方去了 哦 糟糕 爸爸 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哦 是的 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你是远啊还是起 开车能找到你吗 呵呵呵 到不了的佩琪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 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 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 但是朱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呵呵呵 现在去有点太晚了 或许我们不该错过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太好了 这是佩琪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 看哪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呵呵呵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一山一山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呵呵呵 佩琪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哦 天哪 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他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琪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呵呵呵呵呵呵 瞧 他就在这儿呢 我的老贝斯 哇哦 猪爷爷的爱好就是看星星 好了 那谁要来第一个看呢 我 我 我 哦 我看到北极星了 苏姨的双胞胎妹妹们 祖祖和莎莎 也想和她们一起过夜 过夜派对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 知道吗 哦 她们那么小 还很可爱 她们能留下来吗 那好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 你们不能睡着哦 我们保证 嘿嘿嘿嘿 哇哦 一架钢琴 我正在学钢琴呢 听着哦 一山 一山 六千斤 我能来试试吗 我有 一山 一山 六千斤 小声点 你们要安静一些 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 现在你们快点睡觉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一起过夜的时候 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 那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偷偷地吃 我知道吃得在哪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苏西 佩琪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由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琪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赶你了 艾米丽 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 我不是非常确定 我们真的好慢啊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爷爷奶奶家了 佩琪说得对 我们得换一条路 但地图上没有显示有别的路 我知道一条小路 大家再见咯 我们要去走小路了 再见了 佩琪 祝好运 猪妈妈开到了一条小路 躲开了交通堵塞 但是这条小路非常地不平 真有意思 你确定是这么走吗 相信我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在走洁净呢 瞧 又能上主路了 干得好 猪妈妈 可是我们还是落在 丹尼的卡车后面 你好 欢迎回来 哦 糟糕 看来妈妈的小路也走不通了 好了 都准备好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的土豆做好了 午餐准备好了 但佩琪一家人还没有到 我是猪爷爷 请讲 我们离你们家不远了 但是交通实在太堵了 动起来就像蜗牛 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慢的蜗牛 它们就快要到了 但还是在交通堵塞中 可怜的孩子们 这样食物都要变凉了 我有一个主意 我去把小推车推出来 猪爷爷想做什么呢 猪奶奶 帮忙把午餐放到小推车里面来 好主意啊 猪爷爷 如果说他们不能过来吃午餐 我们就把午餐拿到他们那里去 瞧 爷爷和奶奶来了 爷爷的推车上是我们的午餐 你们好啊 我来给你们送 如果和别人分享 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 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 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 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哦 哦 糟糕啊 这个游戏进行的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 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怎么一起好好玩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要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理查德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 我有一个主意 换乔治了 去找份放进红色箱子的报纸 乔治想回收爸爸的报纸 哦 哦 我的报纸还没看完 不能给你 乔治 你得等一下 看完了 拿去吧 乔治 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 乔治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 太好了 我们走吧 妈妈拿着瓶子 佩奇拿着一拉罐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走吧 那我们走吧 recycle, recycle, we're going to recycle ting cans, bottles, newspapers recycle, recycle, we're going to recycle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 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哇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奇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李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李查德 哦 天哪 李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 李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嗯 好 拿好了 太棒了 猪爸爸 那是 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哈哈哈哈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哦 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 胡说 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猪爸爸 真幸运 我仍然那么健康和强壮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从这边看 会看得比较清楚 爸爸你注意哦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弄湿 佩奇 我需要高一点的跳板 请小心一点 猪爸爸 也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哈哈 别担心 佩奇 别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别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